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体验之学医师 在我们急诊室除了医生跟护理师 还有非常大的团队 像清洁啊 护佐啊 传送啊 还有急诊室也有配的救护车司机 那还有就是像前面的柜台 警卫 所以急诊室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团队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身份的人在里面 大家一起让这个急诊可以运作得非常好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那是个深夜 本来都很安静 那病人都处理得很好 那大部分人都在休息准备住院或者准备出院 就这时候199打来说有一个盗院前死亡的 那我一接到了这个盗院前死亡的僵硬冰冷的尸体的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哇 看起来已经死亡很久了 所以我正要走出去跟家属解释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脸孔非常非常熟悉 他是我们医院的护佐 但并不在我们医院里面上班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状况 那我们还是尽力地做我们可以做的急救 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那我其实认识他 他的情绪什么的 我都一直悬在心里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说 这个病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救回来 最后我们就是宣布 这个病人急救无效 要准备送到往生室 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在我身上哭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熟悉 那他是个大男生 但是我们都是同人 那时候我就不是 我们就不是工作 只有工作的伙伴而已 我们是像好朋友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个大男生 也就大啦啦地在我的肩膀上面哭 那那个画面 他应该永远不会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 那接下来就是要走 把遗体弄好带回家的流程 几个月后急诊换了新的护作 那天在我肩上哭的大男生 他居然自愿调来急诊室当护作 那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同人说 有一天晚上我在帮他的母亲急救 所以也许他刚来的这段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先不要让他走到急救室里面 去帮忙一些事情 那偶尔我也会偷偷看他的背影 经过急救室的时候 他的步伐比较沉重 肩膀比较沉重 而且头还是会轻轻地低了下来 那也许这是他的疗伤的方式 也许这是他跟他母亲最后生前留下的地方 最后最后的一个连结方式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方式非常地勇敢 也非常地动人 那这就是我们急诊的另外一种伙伴 那也是我们的好占有 大家好我是甜之学 谢谢大家喜欢健康多一点 现在健康多一点有在YouTube上面 欢迎大家订阅跟按下小铃铛